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大平安 在今天的慕人清朝地 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种心情 前几天在发觉一些个人私用的一些用品的时候 找到一首歌 我就突然发现 这首歌是我妈妈小时候 就在我小学一年级就教我唱的歌 然后常常觉得一年级而已 为什么教我唱这种好像大人的诗歌 从那时候这首诗歌 就常常成为了生命里面 记忆很深刻的一种感觉 小羊是一种很可爱的一个生命的祝福 但是从小羊那种最单纯的生命 对牧者的想法、看法、眼光 其实最真诚的 所以我今天要先跟大家来唱这首歌 一方面想到当时妈妈叫我唱的时候的感觉 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 这首歌 每个唱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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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盼向阳一切 到主身边做缘情之模样 就主身一世再好退 我愿准明尽切 河山啊 河山啊 我的良母耶稣 河山啊 河山啊 我要赞美欢呼 河山啊 河山啊 我的良母耶稣 河山啊 河山啊 我要赞美欢呼 真的 当我再次回忆当年 我那么小 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心中就非常的愉悦 我好像小羊一样 但是我在唱河山那时候 那时候也许不了解 但是不晓得该怎么说 那时候心情很快乐 好像被爱护的感觉 那接着这个样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 简单的说 约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二节到四十节 所说的一个故事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的良 不是蒙西药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良 事给你们的 你知道吗 五饼二鱼之后 很多的百姓 哇 拼命跟着耶稣 在耶稣那边 可以得饼吃 有很多的好处 那耶稣在这个段 强调一件事情 其实我不是要给你们这些 神要给你们的 也不是这些你们吃饱的感觉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 一定不会饿 信我的 永远不可 他们那时候很难了解 什么叫做信你的 我们要的就是神 你给我神经嘛 让我们感觉到吃得很饱 那神在这个段 让耶稣对他们说了一件事情 天后的意识 不是这样子 圣经在38节继续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识 乃是要按 那才我来者的意识而行 才我来者的意识是什么呢 OK 注意 这里所说的 他所示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的时候 要叫他护活 所以不要去想 神可能是预定拣选那个人 神可能预定拣选这个人 神只是帮助这个人 我呢 我吃饱就好了 不过神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他所示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一个都不失落 如果你愿意相信 愿意跟从 愿意在生命里面 在一个信心的道路里面跟从 神说一个都不失落 因为我付了旨意 要叫一切 看到耶稣而相信的人 要得到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护活 其实好像从生命的粮 那么简单的一个例子跟神迹 简单的告诉我们说 他爱我们 那我们的回应如果说 你如果真的爱我们 继续给我们吃 那我们就忘记了神真正的意识 我们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羊 神爱护我们 但是我们渐渐长大 是不是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不跟了 那时候你的信心 一失落 从以前到现在 得多少神的好处 立刻都没有用了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一辈子 神说 只要你相信 一个都不失落 而且神的爱 神的阴导 会叫你得到永生 在这世界是完全得胜的 好不好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一起来抓这个应许 神真的很爱我们 祂是我们的牧者 不但是我们一切都不缺乏 并且要走三一个 祂的高有高我们 使我们湖北满意的一个日子跟人生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是给我们生命的祝福跟恩高 还有机会 让我们获赞美 或跟随的每一天 都充充满满 有神灵的荣耀在其中 谢上感恩 引导我们在你面前 再次说 主我们爱你 我们交透在你手中 让这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 天天都因为相信 而生命天天都是得胜 并且把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放